斯大陸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發表連到國情之文的時候警告說 未來可能會出現衰退 並表示會開放外國投資 俄羅斯安全部隊和反叛武裝分子在車臣首都格羅茲尼交火 至少有12人死亡 烏克蘭議會通過了由三名外國人出任重要的部長職位 印度一辆校车和行驶当中的火车相撞 造成五名学童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菲律宾超级台风哈格比 预计星期六在东萨玛登陆 学校已经停货 商业停顿 疏散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感谢观看